2021年之后一来啊 我们这个目前的局势现在各外在紧张 这个美国拉拢的西方这些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打压 许多的这个网友就比较担忧 就我们该如何应对 大家好我是东方 欢迎收看东方脸兵 本期话题我们来探讨的是 中国终于出手了 而且一出手就是大手臂 我们说这个2021年之后一来啊 我们这个目前的局势现在各外在紧张 这个美国拉拢的西方这些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打压 许多的这个网友就比较担忧 就我们该如何应对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打出了第一张牌 就是这个跟俄罗斯基因连火抗击这个西方国家 这个前不久这个俄罗斯的外长 已经到中国进行出访了 而且中俄发布了联合声明 这也就是一个进一步加强这个战略合伴关系 共同应对的 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 这是我们打出的第一张牌 而近期我们又打出了第二张牌 这是重船出击 而且我们瞄准的是美国最偷尘的东东地区 这就是现在媒体已经报道了 我们跟伊朗之间潜出了什么 达成了一项25年的长期投资习 这个投资习 在中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说为什么显得伊朗 而且显得中东地区的这个伊朗 因为这个中东地区 一直是号称这个战争的火药桶 美国对这个地方一直挺重视的 而伊朗又是中东的一个大国 而且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国 这个国家跟美国之间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之后 一直是关系紧张 一直遭到西方国家的制态 经济封锁 所以他这个日子一直在里面 在封锁中很煎熬 除了这个国家能挺下来 自身表面他很强大 也是不容易 我们现在跟他投资这个提议 就是在他日子最难过的时候 这就像当年我们跟俄罗斯上次一样 俄罗斯这个我们对他进行什么 石油 牵出了大大的石油 把俄罗斯给救了 那这一次我们等于又救了伊朗 伊朗现在目前就是尤其的这个 特朗普总统任期之类后 对他进行的石油封锁 那么伊朗主要是靠上石油能源 出口这个进钱的 所以把他石油封锁之后 以前大量进口伊朗石油的自己国家 由于美国的禁运 而转向从其他国家进口 所以伊朗的石油大量卖不出去了 石油贬值了 尤其这个伊朗这个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他产石油 但是他自己生产不了汽油 他的汽油要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 而国际市场一封锁以后 他的汽油在国内价格猛涨 所以这个2019年的时候 曾经到着他一百多个城市 进行这个油行抗卫 油行这个示威这个抗议 就是这个汽油涨价了 因为这个经济时代就沉没下去了 把石油涨价一涨价 老百姓开始反对 所以这种落成了这个油行示威 这背后当然就是这个美国 甚至伊斯利 在背后有一种操纵 立派关系 但更重要的是他体验他经济 经济上 老百姓的日子确实过得很几 比起涨价很明显 老百姓是承受不了了 那我们这次 对伊朗进行大量的投资 这次投资的一个是 这个习业的时间长25年 等于是个长期的投资 而且这个投资金额大 我们说投资是 4000亿美金 这种大的投资 我们归来一下 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对他的 能源和基建的投资 这个我们不光是 投资他这个石油 这个行业 我们对他的银行 港口 铁路这些东西 全面的投资 数十个领域的前面投资 等于说我们这次 下定决心的 不是简单的 他对他一个经济原作 我们是把它彻底的 把它扶植起来 把伊朗从中东这个大国的地位 把它扶植住 这个是一个长远的眼光着想的 我们说为什么要扶植伊朗 因为敌人的敌人 就是我们的盟友 因为我们说这个伊朗跟美国之间 几十年来长期对抗 就是不可能出现 像其他国家 两边倒的样子 现象不可能出现 就像投尔企业 一会儿倒向美国 一会儿倒向俄罗斯 但是伊朗就不会 因为伊朗跟美国之间的这种 这种对抗 这种几十年来的这种 被美国封锁 而对抗的状态 实际上不可能改变 所以说我们 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投资 是可信的 是我们相信这个国家的 所以说我们这更容易 跟这个国家搞好成为一个盟友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的投资 等于一方面是把伊朗给 他的这个经济给救护了 全面的投资 另外就是中国跟伊朗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的牢固起来 我们讲的第一个是这个能源和基建的投资 第二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就是我们这个跟伊朗之间这个贸易 石油的这个交易的集散是人民币集散 这个这个是对美国的美元的体系的一个重大打击 我们在前段时间 这个俄罗斯的外长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 已经提到了 我们中国和俄罗斯要摆脱美国的美元的体系 这个美元的支付体系 那么我们这次跟伊朗之间 也是进行人民币的集散 那就是竹岩这个长远就要摆脱美国的这个美元体系 目前我们这个人民币的跨期集散 这个这个已经涵盖了 实际上167个国家和地区 所以我们这个人民币集散这个趋势是相好的 这次跟伊朗的合作就进一步加 明显的加速了这个发展的走向 所以说这是对美国的金融体系的一个冲击 所以说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这次对伊朗开放了我们的白斗卫星导航系统 这个影响也是深远的 为什么 我们说伊朗是号称中国东东的大国 这个不是吹的 人家这么多年的风策情况下 人家还自行研究了重度的武器装备 这个尤其是这个弹道导弹 不光有近程还有中程可以打几千公里的 你想想这些导弹如果加上了我们的北斗导航系统 那个金斗立马就是上升几个档次 这个金斗提升了之后 他的威慑能力就更强了 你想对周边对他周边的国家 尤其是伊瑟利 伊瑟利就担心这个伊朗这个弹导弹打他的核设施 所以伊瑟利说如果伊朗敢打他的核设施 他就会首先把伊朗核设施给打掉 但是现在来看 如果伊朗的弹导弹加上了这个北斗之后 那么他就可能是金群的命中 这个伊瑟利的境内的目标 所以对伊瑟利和中国其他国家是一个威慑 这也是他大国的地位的体现 另外一个对美国的一种威慑 已经牵制 我们说美国每次打压这个伊朗 他就派什么 他在航空母舰去 而伊朗现在缺少这种远程的 对美国航母的打击的手段 前些年伊朗自己已淹制了一个反舰弹导弹 像我们中国的 我们中国有这个反舰弹导弹可以打航母 但是伊朗他实际上淹制出来的弹子 他的效果不明显 为什么 因为他缺少这种远程的侦察系统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他的导弹的筋都不够 而我们这次对他进行这个白头导航系统开放之后 他的筋度就会上一个台阶 那么只要弄进去了美国航母的动向 他就没有可能可以击毁美国的航母 这在美国也是一种威慑 所以说我们这次一出手 这就叫行家 所以我们这就是对美国的一种强有力的反制 也是我们中国一种实力的体现 好了 本期话题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